香港特區政府很高度重視十五運會和殘突奧會 在行政長官的指導下 由我主持的香港特區賽區籌備委員會 在去年年中成立以來 一直馬不停提 我們推行各樣籌備工作 指示問題旅局在籌備委員會合下成立了督道委員會 並且在旗下設有五個協調委員會 由相關的政策局、部門、體育界和有關機構組成 以作出一些具體和細緻的部署 他們涵蓋甚麼呢 第一是競賽 第二是入境、保安和資格認證的安排 第三是傳媒、宣傳和社區關係 第四是醫療服務 以及第五是交通和運輸安排 我們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令所有運動員和觀眾 都在香港得到最佳的參賽和觀賽的體驗 其中香港承辦的十五運會的八項競賽項目 我們計劃在今年年底開始 陸續在各個比賽的場地 我們會舉辦一些叫做測試賽 例如我們在啟德體育園會進行七攬、男子手球、劍擊、測試賽 這些測試賽要測試場地 讓我們好好地測試流程 人流怎樣管理呢 交通安排是怎樣呢 應變處理是怎樣呢 從而盡快作出所需要的改善或者是優化的 同時粵港澳三地的政府會繼續商討 舉辦跨境公路單車賽和跨境馬拉松的安排 我們除了研究賽事的路線之外 當然我們也會研究怎樣去優化出入境的安排 令到我們這些跨境的一些運動可以順利地進行 我們是啟動了香港賽區的義工計劃的招募工作 我們的目標是招募大約是一萬名的義工 在這裡我再次呼籲年滿十八歲的香港市民 記得透過我們的義工計劃網站 踴躍報名下學年開始之後 我們都會透過學校和一些青少年的團隊 以及透過政府推行的青年計劃 包括由我領導的共創明天計劃 文青局的青年交流實習計劃等等 邀請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一起擔任義工 共同辦好這一次國家的成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